哈利路亚 好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先来看第一段经文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 那这一节经文是保罗的一个宣告 也是他自己关于他所领受 以及他所传讲的 他在这边有一个声明 也是这一间教会 神呼召我们所要传讲的 所以你来到这间教会 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间教会所要传讲的 就是要回到保罗最起初 所传讲的福音 所传讲的这个恩典 那我们再次来看这一节经文 二十章第二十四节 保罗怎么说 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保罗的呼召是从哪里领受的 从主那里直接领受的 你知道保罗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人 新约四分之三的书信是来自于保罗 所以神把最大的启示给了保罗 所以保罗说 我是从主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所以保罗这一生他所领受的 他所传讲的 他所要证明的是神恩惠的福音 这是华文的圣经翻译 希腊文和英文就是 Gospel of Grace 就是神恩典的福音 所以这个福音 不是别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关于神恩典的福音 所以我们常常说恩典福音 恩典福音 是保罗所领受的 是保罗所传讲的 是保罗所证明的 是保罗这一生 不惜付上性命的代价 所要去做见证的 就是神恩典的福音 你知道福音两个字 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 好消息 请跟我说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那这个好消息 是关于什么的好消息呢 保罗说是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这个在旧约之下 人们是没有办法想象和理解的 直到耶稣来了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新约耶稣带来的 这个恩典的好消息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为什么要信耶稣 你所领受的是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这是旧约之下的犹太人 所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今天我们领受的是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这是信仰最核心的 这也是最原始的 我们每个人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 我们到底要信什么 就是我们领受了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其实就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相信我们就领受了 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了 所以这个好消息 这个福音是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那什么叫恩典 不要让任何人为你定义恩典 圣经亲自来定义恩典 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第六节 圣经怎么来定义恩典呢 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 他怎么说 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 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关乎你的行为 福音会带出好的行为 但福音本身不关乎你的行为 不关乎你做什么 不关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关乎你做了什么 福音本身是关乎神恩典 这一切是神的恩典 阿们吗 所以福音本身不在乎行为 福音会带出好的行为 带出好的品格 但福音本身跟行为没有关系 这个福音是神恩典的福音 这里说什么 即使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所听到关于福音的事情 我们所领受的关于这个福音 很多时候不是圣经 保罗所讲的最原始的福音 我们常常会在这个福音上 加入很多人的条件 感谢主 耶稣你是白白得到了 但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搞不好你还得下地狱 搞不好神还会惩罚你 神还是要审判你的 神还是要怎么对待你的 不好意思 你在这个最原始的福音上 加入了很多东西 它已经不是保罗所讲的福音 所以福音本身跟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我再说一次 福音本身不关乎你的表现 不关乎你的状态 福音本身单单的是关于神的恩典 白白所赐的恩惠 是你不配得的恩宠 今天临到了你 我再说一次 什么叫恩典 恩典就是他那白白的赏赐 你无法赚取的 你不配得的 与你的行为表现 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叫恩典 有任何行为参差进来呢 这就不是恩典 所以恩典本身 是你无法赚取的 是白白的 不配得的恩宠 不配得的赏赐 今天临到了你 这叫恩典 所以这个福音是神恩典的好消息 就是你不配得的 我们永远无法赚取的 白白的 这个公义的身份 就临到了你 白白的 你的罪得到了赦免 白白的被神接纳 白白的上帝祝福你一切 所以这是什么 恩典的福音 这是圣经所说的好消息 阿们 这是最原始的 这是保罗所传的 基督教就是这样的 阿们吗 基督教就是关于神恩典的好消息 可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基督教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基督教 包括我自己过去十几年信仰的路 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一半恩典 一半人的行为 一半耶稣做的 一半还得我做 还是用我的表现来赚取 还是用我的表现来换取 神还是透过我的表现来看我 透过我的表现 决定祂要不要祝福我 其实我们并没有在领受 纯正的福音 阿们吗 我再说一次 行为非常重要 好的表现非常重要 圣洁的生活非常重要 这一切都是你领受这个恩典的福音 所带出的结果 所带出容神异人的生活 那是一个结果 那不是一个交换的原因 我再说一次 你的好行为应该是果子 不应该是原因 阿们 所以这个根基 这个根本是单单的神恩典的福音 一切都是白白的 无法赚取的 不配得的恩宠 今天领到了你 神说你是公义的 神说你已经被赦免了 因着耶稣所做的 一切的祝福都领到了你 当然 最重要的是你领受了永生 你重生了 对不对 你得到了永生 除了永生之外 所有一切的祝福都包含在内了 白白的领到了你 没有一丁点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没有一丁点是因为你配的 没有一丁点是因为你圣洁 所以你得到 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这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福音 阿们吗 当离开了这个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福音了 他已经是掺杂的 这个才是别的福音 这个没有办法让你活得正确 为什么基督徒活得不正确 因为你领受的不正确 为什么你的状态不对 为什么你信了主会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信主几十年没有成长 为什么没有突破 为什么没有翻转 为什么没有看到好的结果 因为你信的不正确 你信的不是圣经所说的 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 关于神 纯正的恩典的福音 单单是他恩典的福音 你信的不是纯正的 所以你信的不正确 你就没有办法活得正确 当你信的正确的时候 当你回到这个福音 最根本的 最原始的 关于福音是什么 当你相信他的时候 你信对了 你就会看到活得对 一切都会对的 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 我们从第六节开始 一直看到第十节 加拉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 保罗把福音带到了加拉太的教会 我说过保罗这一生所传的是 关于神恩典的福音 所以他们接受了福音 教会建立了 可是呢 一阵子之后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加拉太的教会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他们的福音就变了 被更改了 保罗说 他们变成了别的福音 离开了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我们下面先来看第六节 保罗说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 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 召你们去从别的福音 加拉太的人 他们跟随了别的福音 怎么叫做 什么叫做别的福音 离开基督之恩 召你们 当恩典被拿走的时候 这个福音是别的福音 阿们吗 当这个福音 不是单单关于神的恩典 有其他的东西掺杂进来的时候 圣经说这是别的福音 哇 别的福音下面讲下来 要受咒诅的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很奇怪 当你讲恩典的福音的时候 有人会说 哎 小心啊 这个家伙 这教会在讲别的福音啊 异端福音啊 可是圣经呢 恰恰相反 当恩典被拿走的时候 这才是别的福音 基督教最原始的福音 就是恩典的福音 阿们吗 所以魔鬼在干嘛 偷梁换柱 他在转换人的概念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 魔鬼在做一些事情 当你传讲一个律法主义 当你传讲一个掺杂的 传讲一个一半恩典 一半靠人的行为 他说你讲的是平衡 讲的是对的 当你单单讲一个圣经所说的 保罗所说的恩典的福音 纯正的时候 他说你再讲别的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再次回到圣经 什么时候福音变成了别的福音 当恩典被抽掉的时候 就变成了别的福音 今天在普遍的教会 你会看到一个现象 讲台上不再高举神的恩典 生命不再是以恩典为根基 核心价值不再是恩典 其实基督教的福音 正变成别的福音 所以导致基督信仰 本来是如此的有大能 可是却看不到大能的运行 因为福音被更改了 然后继续看下来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他说这是一个搅扰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新约 保罗在这里 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说法 你知道吗 新约唯一一个会让人受咒诅的 是什么 当你传一个别的福音的时候 会有双重的咒诅 所以要小心 当你传一个别的福音的时候 当你不再传恩典福音的时候 有别的咒诅 他说这个是被咒诅的 有双重的咒诅 所以反过来讲 当你传恩典的福音的时候 双倍的祝福 你要双重的咒诅 还是要双倍的祝福 双倍的祝福 对不对 第八节说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当你传的跟保罗所传的不一样 当你不传恩典福音的时候 就有双倍的咒诅 第九节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讲两次 讲两次 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 也就是说 你传恩典的福音 根据上下文 传恩典的福音 是在得神的心 因为是单单的 关于耶稣 是单单的将荣耀归给耶稣 当你传 参杂的福音 一半恩典 一半律法 一半耶稣所做的 一半是人的行为 其实是在抢夺神的荣耀 耶稣很好 但是也因为我的圣洁 所以我才能进天堂 所以五五开吧 一人一半荣耀 或者耶稣多一点 三七开 如果你不是传一个 纯正的恩典的福音的话 人多多少少 都是在抢夺神的荣耀 人还是有功劳嘛 人还是因为做了什么 换取了一些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 只有当你单单传神 恩典的福音的时候 是将所有的荣耀 百分之一百的 归给耶稣 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所以你传恩典的福音 是在得神的心 你传掺杂的 是在得人的心 因为人的肉体 总是认为 人要做些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人听我讲到 常常会有这个反应 这么简单啊 这样就可以了 福音就这么简单吗 他总认为 太简单了 这天堂也太好上了吧 因为在人的这个 亚当里肉体的 这个思维里面 人总是要换取嘛 因为人的观念 世界的观念 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认为 信仰也是一样 人总得做什么来换取 人总得 总得要怎么样嘛 所以你知道吗 人的肉体就是 要靠自己的 努力 善行 来换取 人总是以自己的肉体 来夸耀 所以也很有意思 当你讲一个 掺杂的福音的时候 是符合人性的 明白吗 当你讲 纯正恩典的时候 是神喜悦的 但常常不符合人性 也就是说 当你讲 一半恩典 一半律法的时候 人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以前讲 掺杂的福音 不会有人反对的 因为人觉得你是平衡的嘛 其实这是掺杂的 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当你讲 掺杂的福音的时候 是在得人的心 当你在讲 纯正的恩典的福音的时候 是要得神的心 荣耀全部的 单单的归给耶稣 保罗说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 若人就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 他传的是 关于神 恩典的福音 白白的 不配得的恩宠 不配得的恩惠 今天我们领受了 阿们吗 我们罪得到了赦免 我们被称为公义 我们得到了神一切的祝福 是因为恩典 这个就是福音 这个就是什么 好消息 阿们吗 这个会产生大能 这个会改变人的生活 这个会产生圣洁 这个会让人活出 高标准的生活 阿们 所以圣经说 福音是神的大能 为什么神的大能 很多时候在生活中看不见 因为领受的 还不是纯正的福音 不是单单的 关于神的恩典 不配得的 今天你得到了 阿们吗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 很重要的经文 死之形状 我们来看第十三章 十三章呢 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 一直看到第五十二节 我们说保罗所传的是恩典的福音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整本圣经当中 记载了唯一一篇 保罗的现场讲道 他这个恩典福音 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怎么讲 其实整个圣经里面 在死都形状当中 保留了一篇 保罗的现场 讲道 唯一的一篇 从第十三节开始 我们大概的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我们今天回到 回到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好吧 我们超越时空 回到两千年前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保罗到底那一天 他讲道 到底在讲什么 到底是怎么讲的 唯一保罗现场 讲道的一张光碟 我们来看十三节开始 保罗和他的同仁 从帕佛开船 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 十四节 他们离了别家 往前行 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圣经里面提到 安提亚是有两个安提亚 那一个安提亚呢 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 那这里提到的 比西底的安提亚 是在土耳其 今天的土耳其 保罗跟希腊 就来到了这个地方 在安息日进会堂 坐下 当时很多的犹太人 是在会堂里面 守安息日 在那里学习旧约圣经的 那些都是犹太人 是活在律法之下的 然后十五节 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 广会堂的教人过去 广会堂的是谁呢 相当于 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负责人 对他们说 二位兄台 若有什么 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一看这两个陌生的 好像旧约也很懂 好像也能讲到的 所以呢 这个负责人呢 可能就意思是说 哎呦 两位今天你能不能 给我们分享分享 我跟你说 一分享就完蛋了 像保罗这样 蛮有启示的传导人 你千万不要 把话筒递给他 麻烦了 对不对 像保罗这样的话筒 给他 你不玩了 然后呢 他说 二位兄台 若有什么 劝勉众人的话 请说 十六节 保罗就站起来 举手说 保罗就开始讲了 以色列人 和一切敬畏神的人 请听 十七节 这以色列民的神 拣选了我们的祖宗 当民寄居 在埃及的时候 抬举他们 用大能的手 领他们出来 保罗从哪里开始讲起 从出埃及开始讲起 当时的以色列人 就是他们的祖宗 犹太人的祖先 他们当时在埃及 在法老的压迫之下 后来摩西带领他们 出埃及 对不对 十八节说 又在旷野容忍 他们约有四十年 击灭了迦南地 七族的人 就把 就把什么 纳地分给他们 维也此后 又给他们设立世事 从出埃及开始讲起 讲到了什么 世事时代 直到先知撒末 讲到了先知时代 二十一节 讲到了谁 讲到了扫罗 二十二节 讲到谁 击费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 做他们的王 又讲到了什么 大卫 等等 后来甚至讲到了 施洗约翰 讲到了耶稣 所以保罗 从整个旧约开始讲 这篇道 是从整个旧约开始讲 一直讲到施洗约翰 一直讲到 耶稣基督 来到人世间 来救赎我们 这篇道 最高潮到哪里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直接来看最高潮 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 这一篇圣经记录下来 唯一的保罗的这一篇 讲到这一位传讲 恩典福音的使徒 他讲到最高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三十八节 他做了一个总结 他有一个宣告 他说 所以弟兄们 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三十八节是保罗 讲到这篇道的最高峰 从旧约讲到新约 从摩西讲到耶稣 他得出一个结论 他宣告说 今天耶稣已经带来了这个福音 这个恩典已经白白地赐下 耶稣已经做成了 赦罪的道 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所以这个恩典的福音 是关乎赦罪 保罗在这里 有一个宣告和声明 赦罪的道 是这个人传给你的 在一切摩西的律法上 不得称义的事上 只要相信他 你就白白地被称义 你就白白地得到了公义 白白地罪得到了赦免 哇 亲爱的众子妹 最原始的福音 基督教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关于你的罪得到赦免 你在神的眼中 因着信耶稣 白白地被称为公义 这是最核心的 这是最根本的 一切都要在这个根基上 阿们 可是你会发现 今天反过来了 当一个教会 传罪得赦免的道 传阴性称义的道 人家会说 小心一点 这是异端 又发明一个什么新的东西 人家反而会这样说你 可是这是基督教 最根本的 关于你的罪得赦 关于你在神的眼中 因信称义 阿们吗 而且你会发现 保罗在讲到赦罪 和称义的时候 保罗是一个宣告的形式 没有贴加任何附加条件 看到没有 我再说一次 保罗对所有的听众 意思说 只要你相信 你就罪得赦免 只要你相信 你在神的眼中 就立刻被称为公义 只要你接受 你看到没有 没有其他的条件 可是今天你知道吗 我自己这十几年 传道人的生活过来 在我听到恩典之前 我发现我们的信仰 有很多条件 哪有那么便宜你的事情 神赦免你可以 但你得认清你所有的罪 我们会有这个附加条件 对对对 是因性称义 可是你的行为也要好 行为不好 你还是下地狱 你这样子 你配得说自己是义人吗 我们总是有很多的条件 我们的动机也许是好的 希望他能够活得更好 活得更圣洁一点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我们贴加 很多条件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福音了 福音的能力也被剥夺了 最原始的福音 没有任何的条件 亲爱的朋友们 我再说一次 保罗这里没有说 认完了所有的罪 你才罪得色 保罗没有这个条件 你的行为要夺吗 圣洁公义 你才配得说你是义人 保罗没有这个条件 保罗只有一个条件 信 你如果相信 罪就得色了 如果你相信 在神的眼中 你就是公义的 你会发现在初代教会 在使徒最原始 所传的这个福音 是没有什么 附加条件的 你知道吗 可是今天我们信耶稣 太多条件了 亲爱的兄姊妹 一会儿又是你顺服 够不够 一会儿你够不够圣洁 一会儿你够不够属灵 一会儿祷告够不够多 一会儿圣经有没有看 一会儿还十一 有没有做到 信仰变得很复杂 明白吗 一会儿还偶像 有没有处理干净 所以不要让人 把基督教的福音 弄得复杂 最原始的福音 很简单 你相信你就得色了 罪就得色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你的罪 一生的罪 他都已经担当了 过去 现在 未来 很多时候你知道吗 我们认为啊 我信了耶稣 我过去的罪 耶稣担当了 我们觉得我们能接受 可是我现在 我将来 我的罪都没犯 耶稣也担当了吗 其实也都担当了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为你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连你这个人都没有出现 你所有的罪 都是未来事 在他的眼中是一样的 神不受时间 空间的限制 他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连你这个人都没有出现 他怎么可以 为你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说明 当耶稣 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有你的罪 都是未来事 可是他提前买单了 你一生的罪 都已经归在了 耶稣的身上 你现在犯的每一条罪 不会让耶稣觉得惊讶 哇 原来还有这个罪 他已经仿佛 看到你一生的罪 他都已经在 十字架上担当了 阿们吗 所以他担当你的罪 是全部的罪 所有的罪 就是基督教 最根本的教义 耶稣担当你的罪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今天思考一下 很多时候 我们把最简单的 最原始的教义 我们偏离了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还有很多的罪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罪还没有认清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认罪程度还不够 耶稣已经担当你的罪了 这就是基督教 如果你还有什么罪 他没有担当你吗 我再说一次 亲爱的同志们 你永远不可能 靠着你认罪 认完了来换取圣灭 你永远不可能认得完的 我再说一次 认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态度 我承认我是有罪的 我接受耶稣的救赎 这就是认罪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但我们绝对不是靠着 翻箱倒柜 收藏瓜度 把主缝也翘起来 每一条罪认完 你能认得完吗 你的罪 比你的头发还多 比牛生上的毛还多 你不可能认完所有的罪 你认不清的 如果你认为是 要等到你认清了 你才得赦免 你永远认不清 不可能完成 你在认的过程中 可能思想都还在犯罪 还有你认罪 不要只认那个 拜偶像犯奸淫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去行就是罪 凡不荣耀神的 都是罪 胆怯也是罪 惧怕也是罪 恐惧也是罪 吃那么多 不荣耀神也是罪 睡懒觉也是罪 爱慕虚荣 搞得那么漂亮 都是罪 你怎么能认得完啊 所以你永远不可能 靠着你认清所有的罪 才得到神的赦免 你永远不可能 所以罪得赦免 是凭着信心 相信和接受 耶稣已经担当了 我所有的罪 在基督里 我是神的义 赦罪的道 因着我领受福音 已经领受到了 有人说 啊 这么简单啊 啊 这样就可以了 啊 你这样讲 会不会让人无法无天去放纵 我跟你说 人活不出来 就是因为离开了这个根基 当你越认识到 你罪得赦免的时候 你会发生改变 当你越明白 你罪得赦免的时候 神的爱 那股暖流 会充满你的心 你就会产生 你的里面会产生变化 你会深深地被耶稣吸引 你会深深地来回应他 你会有力量 胜过所有的罪 阿们吗 哈雷路亚 不要认为罪得赦免太简单了 罪得赦免是我们一切的核心 所有祝福的源头 就是关于你的罪 已经被赦了 我们是需要一直听这个 是一直需要提醒自己这个 你才能够活得出来 你才能够得到力量 阿们吗 最原始的福音 其实保罗说 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宣告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讲到人 我们的心真的是好的 对不对 我们也很好心嘛 可是我们传的 不是圣经所说的福音 我们没有不贴加条件 就直接宣告 其实当我刚刚开始 讲恩典的时候 我也有担心 如果我没有贴加条件 我直接就告诉他 你是公义的 你最得色了 人家会不会无法无天呢 后来我看到圣经 使徒们好像都没有任何这种担心 他没有这个担心 因为他相信福音的大能 当一个人真正的 越知道他罪得赦免的时候 他就会越有力量 活出圣洁 胜过一切的罪 他才会真正得到喜乐 得到平安 真正能够安息下来 哈雷路亚 阿们吗 越定罪越胜不过罪 越定罪越被捆绑 越定罪越软弱 然后他下面说 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 也就是说 你行为做不到的 你只要信耶稣 你就是公义的 跟你行为无关 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加很多条件 理论上对你已经因性称义了 但是你行为还要怎么好怎么好 还要怎么怎么圣洁 否则有可能还下地狱 我们总是好心 贴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把福音更改了 这也就是使福音 失去了他原本的荣耀和能力 哇 保罗 他就是这么讲到的 就这么简单 四十节 所以你们要小心 他是对那些犹太人 他讲完这个道 他说你们要小心 免得先知上所说的领导你们 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 轻慢的人 轻慢什么 轻慢恩典 保罗上面讲了关于赦罪 关于称义 有人会轻慢的 轻慢就是轻视 藐视 鄙视 不屑一顾 他说你要惊奇 要观看 要惊奇 要灭亡 因为在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虽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不要认为恩典的福音 所有人会相信的 不要认为我们所讲的 这个罪的圣灭 因信称义的这个道 所有人会接受 千万不要认为 总是有人不接受的 因为总会有人认为 太简单了 我再说一次 简单不等于廉价 而是因为它昂贵到一个地步 你根本没有办法来换取 所以白白地赐给你 恩典是无价之宝 是极昂贵的 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付上了代价 他不等于廉价 所以当你传神的恩典的时候 不是所有人会相信的 很多人会轻慢他的 老师十二节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 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还要再听 你知道吗 当你讲纯正的福音的时候 人们就是爱听 下一周再来讲这个 这个是永远讲不腻的 因为你永远要活在这个真理当中 永远要吃喝福音 靠福音来养生 然后四十三节 上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前敬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 有人会相信的 记住上下文保罗讲了什么 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的 在摩西的律法上 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 信靠这人就得称义了 有人就信了 多有跟从保罗和巴拿巴的 恶人对他们讲道 劝他们误要很久在神的恩中 保罗劝他们 什么叫误要很久在神的恩中 要持续地在罪得赦免的恩典中 要持续地在被称为公义的恩典当中 要持续地在这个状态里面 要持续地提醒自己 你罪得赦 要持续地提醒自己 今天在神的眼中你是公义的 你要在这个恩典中 我再说一次亲爱的兄弟妹 怎么样能够证明我们在恩典当中 你持续地记得 你已经罪得赦了 你持续地明白 今天你是公义的 不管你做了什么 你的罪 耶稣都已经赦免你 不管你怎么样子 今天变成怎么样子 在神的眼中 你都是公义的 你持续地让你的思维 记得这个 在这个状态里面 你是在恩典之下 然后你会发现不一样 你会有力量对罪说不 你会有力量对软弱说no 你会有力量 拜托一切坏的习惯 所以我们要持续地在恩典之下 罪就不能再做你的主了 阿们 44节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各位 教会复兴的秘诀就在这里 你传恩典的福音 教会会排队的 因为人心需要恩典 你传恩典的福音 是这个世代的需要 是人心的需要 所以你看到复兴开始了没有 合成的人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真的 哈雷路亚 阿们吗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 硬博保罗所说的 并且毁谤 很多人反对恩典 是出于嫉妒 像屏幕师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的教会在新加坡 只有几十个人聚会 我传什么都不会有人说我的 懒得理你 如果我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 没有任何人会说我 为什么我会成为焦点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你的教会复兴啊 人多啊 很多人为什么反对恩典 其实他自己也说不上个所以来 是因为他担心 他担心他的人跑到你那里 他担心他的听众听了你的讲道 就没有办法再听他的讲道 甚至担心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市场了 因为真正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 假的就没有市场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硬博保罗所说的 什么叫硬博 就是无中生有嘛 贴油加醋嘛 甚至整个把你改了 硬博 他就说你是这样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跟信徒说 可以随便犯罪 我一直说 领受恩典会让你有力量胜过罪 我们从来没有说可以随便犯罪 所以什么叫硬博呢 硬博就是 你那个小兵牧师说了啊 随便犯罪都没关系的 乱来都可以的 就是叫你放纵的 他有这么讲的 他就说你这么讲 你没有啊 我从来都说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耶稣啊 但是我们相信真正的圣洁是来自恩典 而不是来自于律法的定罪和要求 什么叫硬博 现在你明白吗 什么叫硬博 你的牧师说了啊 随便犯罪都可以的啊 都不需要认罪的啊 乱来的啊 我什么时候说 不需要认罪 我只是说你不是靠着 律法主义的认罪形式来交换赦免 你永远认不完 我说的是事实 你本来就认不完 谁能把自己的罪认清 罪的赦免是凭着信心 相信和领受 但是在生活当中 你得罪了别人 你表达歉意 道歉要不要 要啊 彼此认罪啊 那你犯了罪 你认识到这是错误 不应该的要不要 要啊 我们并没有反对说 你认罪就是错 我是告诉你说 你不需要靠着律法主义的形式 透过认罪来换取赦免 你永远认不完 这个是真理 罪得色是凭着信心 相信和接受的 阿们吗 但是在生活中 你犯罪了 你做了错的事 你承认这是错误的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再一次声明 什么叫硬搏 你牧师说了 不需要圣洁 我什么时候说 不需要圣洁 基督徒需要过圣洁的生活 来荣耀耶稣 阿们 真正的圣洁是来自于恩典 认识你的身份和地位 你才能够活出来 阿们吗 所以同样啊 当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硬搏保罗所说的 并且毁谤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传给你们 原是应当的 只因你们弃绝 这道断定自己 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 记住 不是所有人会接受恩典的 不要把珍珠 丢在珠的面前 你要擦亮你的眼睛 你的灵力要比较敏锐 你要看到那些 真正有需要的人 在定罪当中 在忧郁当中 在捆绑当中 在压制当中 那些困苦流离的人 你看到他的需要 你可以跟他介绍恩典 他会得到帮助和祝福 说了一次两次 如果他不感兴趣 不要勉强人家 好吗 不要硬是把恩典 塞给别人 因为别人会把珍珠 当做什么 当做不好的东西 被珠践踏掉了 不要勉强 哈雷路亚 不是所有人会接受恩典的 让那些有需要的人 来领受神的恩典 阿们吗 我从来不认为 我讲道所有人会接受我 我从来不这么认为 因为不可能 因为圣经说了 保罗讲也不是所有人都阿们 这个反对是正常的 47节 因为主臣这样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第几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 领受的人会欢喜的 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 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 当圣经提到主的道 神的道的时候 指的就是恩典的福音 关于你的罪得到赦免 关于你因信称义 但犹太人挑唆境前尊贵的妇人 和城中有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和巴拿巴 将他们赶出境外 恶人对着众人 跺下脚上的尘土 就往以根念去了 这里反对怎么办 走啊 给有需要的人 不是所有人会接受 你这样讲的罪得色 和音信称义 他会觉得你太简单了 他会觉得不可能 他会觉得这是假的 最原始的神恩典的福音 他认为这是异端 他非得说人要怎么样 他认为人有功劳 这才是对的 没有办法说得通的 所以你就给有需要的人 不需要的人 你就不需要再多说了 52节 门徒满心喜乐 又被圣灵充满 下一章来看14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保罗在传什么 恩典的福音 保罗在传什么 因信称义的道 罪得色 然后来看14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二人在以各念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 叫犹太人和西里尼人 信的很多 犹太人代表的是谁 他们都有律法的背景 他们也会有人信了恩典 西里尼人呢 全部都是外邦人 也信了这个恩典的福音 所以当你今天教会 再次传讲恩典福音的时候 有一些原来在传统 在律法之下的教会 会转型的 会转向恩典的 我说有一些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没有信主的人 会吸引没有信主的人 来的教会来相信 其实我们的教会 基本上也看到 这两部分的会友来组成 一部分是由律法传统 转向恩典 圣灵开启你 这个道你听明白了 另外一部分呢 很多朋友 也确实是原来没信主的 会愿意信这位主 觉得耶稣很好 会愿意来相信 所以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 松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丢子妹 记住 当你传恩典的时候 会有人恨你的 会无缘无故地恨你 如果说法律说可以杀人的话 你传恩典 他巴不得把你杀掉 但法律不允许 会有人很恨你的 真的 我以前做传道人十几年 我几乎没有什么仇敌 没有什么敌人的 大家都比较喜欢我 可是当我决定 要传神恩典的福音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我已经被拉入黑名单了 很多人就很恨你 你会觉得很奇怪 记住 这是仇敌所做的 不要说传道人和牧师了 就连一个普通的信徒 但你相信一个恩典 很多人都不跟你来往了 很多人甚至把你拉黑 你在位移受逼迫 你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你连其他宗教 佛教 道教 你都可以跟他成为朋友 对不对 为什么我同样都是信耶稣 我只是相信恩典更多一点 你就把我拉黑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不要觉得奇怪 这是魔鬼所做的 这是仇敌所做的 魔鬼就是 就是会在那些人的心中 做一些事 让他去恨那些恩典的人 圣经说了嘛 日光之下没有 没有什么 新鲜的事情 第三节 第二节 OK 再来看第二节 你看有人就恨 对不对 所以就产生了什么 就产生了分裂 跟我说分裂 继续来看 下一节 第四节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当恩典的福音一讲的时候 分裂就产生了 如果有人说 如果你讲的是从神来的 应该是带来合一才对啊 谁说的 保罗所讲的 是不是从神来的 带来合一吗 记住 这个分裂是因为什么原因分裂 请听好 当纯正的福音被传讲的时候 自义的人 和相信恩典的人 就会自动产生分裂 有时候分裂是从神来的 耶稣来还带来分裂 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看第四节说 城里的众人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继续坚持 靠律法 靠行为称义 有服从使徒的 有相信恩典的 所以恩典和律法 就开始产生了分裂 所以圣经都有记载 哈雷路亚 阿们吗 所以圣经有记载的 亲爱的兄弟妹 这是因为真理的原因 不是因为你人的方法方式 我再说一次 真理的原因是没有办法的 人的方法方式是可以什么 相互磨合 性格问题是可以磨合 但是真理是没有办法妥协的 再来看第三节 第三节 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依靠主 放胆讲道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启示 证明他的什么 恩道 神会用神迹启示 神会用他的大能 来证明这个什么 恩道 这个道是恩道 关乎神的恩典 不配得的 无法赚取的恩宠 白白地领到了你 是恩道 记住是恩道 神会来证明这个恩道 神会让这个道结出果子 所以当你真正领受恩道的时候 人家会看到你的生命不一样 人家会看到你的改变 人家会看到你的家庭 你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翻转 他会看到你变了 你变得喜乐 你变得安息 你变得有盼望 你变得有力量 有活力 人们会看到这一切 哈雷罗亚 荣耀归给耶稣 阿们 所以 所以保罗 他最原始的福音 这个恩典的福音 在圣经里面 你看到是这样子 记录下来 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 很大的帮助 很大的安慰 很大的勉励 阿们吗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好不好 我在上一周主日的时候 我又讲到过这一段经文 但今天我还是 在这一场 我要跟大家再来看这段经文 犹大书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 雅各的弟兄犹大 写信给他被招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 犹大书是谁写的 耶稣肉身的兄弟 犹大 还有一个叫雅各 因为玛利亚 耶稣是童真女 圣灵怀孕所生的 在生完耶稣之后 他的肉身 还有几个兄弟姐妹 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们没有相信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死里复活之后 他们都信了耶稣 所以其中也成为神的仆人 犹大 是耶稣肉身的兄弟 他写了犹大书 他说 愿连血 平安慈爱 多多地嫁给你们 亲爱的弟兄啊 我想尽心 写信给你们 论我们同德救恩的时候 就不得不写信 劝你们 要为从前一次 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真变 他说 要为从前一次 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真变 当新约提到真道的时候 指的就是恩典的福音 这个恩典的道 他说 要为这个道 竭力的真变 不能够妥协 要传 纯正的 关于神恩典的福音 最原始的 要为这个真道 来竭力的真变 阿们吧 下面来看第四节 我要来解释第四节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 受刑罚的 是不 什么 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识 什么 独一的主宰 我们主耶稣基督 第四节 我要特别在这里 有一个解释 这里说 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很多不了解的人 读到这个经文 就很困惑 好像以为说 我们传恩典 会导致那些人 变成放纵情欲 对不对 会不会有这样的误解 这个经文 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像有这样的感觉 对不对 有些反对的人 也是喜欢 引用这一节经文 小心一点 他讲的那个恩典 会让人变作放纵情欲 那今天我要特别 给你解释一下 这里说 将我们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变作两个字 他不是说 恩典让人放纵 而是说 恩典被调换了 恩典从这个 最原始的福音当中 被调换了 恩典变成了其他的 所以导致放纵情欲 恩典是罪的解药 恩典是胜过罪的根本 当恩典被调换 变成其他的东西的时候 其实它就已经不是 最原始的恩典福音了 导致放纵情欲放烂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变作这两个字的原文是什么 来看一下我们的PPT 看得见吗 圈起来的 神的恩 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变作原文的编码是多少 3346 来 再来看 3346原文是什么意思 圈起来了 调换未知 我再说一次 不是恩典带来放纵情欲 而是恩典被调换了 被挪走了 变成了其他的 人们领受不到真正的恩典 才导致放纵情欲的泛滥 阿们吗 我再给你两处经文 再回到这里 两处经文 圣国罪的秘诀来自于哪里 圣国罪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两处经文 提多书第二章11到12节 我用圣经来回答你好不好 上帝设计的出路 人是怎么样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 上帝是怎么设计的 提多书二章11到12节 他说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写明出来 11节讲到恩典被写明出来 感谢主在这个教会恩典被写明出来了 阿们吗 在很多教会没有听到的 在这个教会你开始听到 神的恩典已经被写明出来了 恩典写明出来会有什么结果呢 12节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的心 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首公义 敬钱度日 所以恩典会教训我们除去不敬钱 除去世俗的情欲 让我们自首公义 敬钱度日 这是第一处经文 所以恩典会带来什么 上帝设计的这个恩典 当恩典写明 人们领受 会带来敬钱 带来公义 带来自首 把情欲除去 这是一处经文 第二处经文 罗马书6章14节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上帝的设计 什么时候罪在你身上失去力量 什么时候你有能力说 说主我要为你而活 有力量活出容神义人的生活 当你处在恩典之下 这就是为什么牧师这么强调 把你的思维调整过来 把你拉回恩典之下 想尽一切办法 把你拽到恩典之下 把你拽到罪得赦免的根基上 把你拽到今天 你是公义的这个根基上 因为当你处在罪得赦免的 那个根基上的时候 永远记得你是罪得赦免的 永远记得今天你是公义的 你已经是圣洁的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不是因为你的表现 是因为耶稣白白的恩典 所赐之意 你已经领受了 罪就在你身上失去的力量 罪必不能做你的主 所以这是上帝新约设计的 人靠什么来活 人靠恩典 人靠什么来兼顾 靠恩来兼顾 阿们 两处经文 其实还有很多了 所以再回到犹大书第一章 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他说在末后的世代 会有一些人偷着进来 会更改这个福音 确确实实 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了现在 很多时候不是保罗所传的了 不是最原始的 表面上大家都说是信耶稣 但那个内容 不是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福音 恩典被调换了 恩典被改变了 恩典被稀释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什么 变作原文是调换 其实还有几个定义 第二个定义 第三个定义 改变更换 恩典被改变了 教会不再传恩典 变成了心理学 变成了认罪学 除偶像学 都是靠人的 人的东西来换取 变了 讲台上开始讲什么 心灵鸡汤 不再讲纯正的福音了 人的七个原则 八个法则都开始讲这些 然后第三 改变心意 转离 抛弃 还有个定义说是抛弃 恩典被抛弃 今天真的 你到大部分的教会 如果今天 邀请一个传道人去讲道 那个传道人一讲恩典 大部分的当地的牧者 就会说 不要讲恩典 少讲 要小心 恩典被抛弃 很有意思 有一次有个人 请我去讲道 我说我这样的人 你还要请我吗 我是争议性人物 他说我们请你讲道 说好 我说看看约个时间 他说你能不能不要来讲恩典 他就谈恩典就很怕 世界上有个词叫 谈虎变色 今天魔鬼真的 你会发现全部都颠倒了 基督教本来就是恩典的福音 是白白的不配得的赏赐 我们今天应该耶稣领受到的 就说不要讲这个恩典 然后甚至还有人会很好心地说 你讲得越严越好 讲得越严厉越好 他的动机也许是好的 就是吓吓你嘛 让你收敛一点 事实上恐惧 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真正的动机 亲爱的兄弟们 你知道吗 律法之下是因为你不敢 你怕 你不敢做 这个动机是不存的 有一天会爆发的 会变本加厉的 可是当你的动机是出于爱 出于恩典 而不愿意做 这个是永远的 这个是果子 所以你发现说恩典被什么 抛弃了 恩典被调换了 恩典用其他的东西来调换了 所以才导致什么 放纵情欲 越定罪 人就会越犯罪 越不是恩典 人会越没有力量 另外一处经文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好不好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 又要谨慎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谨慎 谨慎什么呢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第一 失了什么 神的恩 就恩典失掉了 就把恩典拿掉 恩典失去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在这个人身上 在这个教会会有什么结果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 十六节 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如以少的 等等 恩典失去之后 就会有苦毒 有毒根 恩典失去之后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淫乱 恩典失去之后 就会有贪恋世俗 亲爱的兄姊妹 神的恩典不能被替换 神的恩典不能够被稀释 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 白白地赐给我们的 这是最原始的福音 这是最根本的 哈雷罗亚 真的 在末后的世代 上帝要重新兴起一些教会 兴起一些传道人 为最原始的福音来重新的发生 阿们吗 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 复兴已经开始了 所以福音的革命 正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已经看到 正在发生 现在这是 现在是什么 福音改革 革命啊 亲爱的兄姊妹 你知道吗 哈雷罗亚 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 你能够听得懂 你是改革者 你是革命者 哈雷罗亚 你所听到的是 很多信了几十年 都没有搞清楚的 阿们吗 你会看到 神公义的右手来扶持 神会来祝福的 神会来看股的 阿们 因着时间关系 我还是要跟大家 继续来分享另外一段 十字行传十三章 刚才说过 记载保罗 在那个安提阿 土耳其境内的 那个安提阿 分享了最原始的福音 然后十四章 我们也刚才也看到 神的神迹 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证实这个恩道 然后我们下面来看 第十五章 继续来看下来 第十五章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从哪里下来 从耶路撒冷 从总部来的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 受割离 不能得救 保罗 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 纷争 辩论 你会发现 保罗在福音的真理上 他没有任何妥协 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 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徒和长老 你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是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些人过来 好像是权威 意思是说 信耶稣没有问题 恩典没有问题 可是还要加上律法 意思是说 恩典没有问题 还要再加上行为 你会发现 跟今天的教会很像 大家说 恩典没有问题 信耶稣我们就说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守律法 也要有行为 才能够得救 恩典跟律法 就是说恩典跟行为 并行才可以 而不是单单的恩典就可以 所以当时的辩论 是这个辩论 你会发现 今天吵来吵去也同样 就是还要不要再守律法 对不对 人到底还要不要有行为 来跟这个恩典并行 恩典要不要再加上行为 吵来吵去 现在在吵什么 就是吵这个问题 我们相信说单单恩典 对不对 可是其他的教会 有些就是相信说 恩典要加上行为 所以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所吵的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教会 也已经吵过了 吵得很凶啊 吵得很厉害 所以厉害到一个地步呢 就保罗跟巴拿巴 意思说要去耶路撒冷 见那些使徒和长老 要坐下来面谈 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 菲尼基 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 外邦人归族的事 叫众弟兄都圣欢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 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诉说神童 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赛教们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这里看到好像是割离 其实是割离 是进入律法的一扇门 其实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信耶稣得永生没有问题 恩典没有问题 可是还要加上行为 恩典要加上行为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离 嘱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长老聚会 商议这事 辩论已经多了 后来怎么办呢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 早已在你们中间 简学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之道 并且相信 老大哥彼得站起来说话了 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见证 吃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我们 彼得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已经借着信 洁净了我们的心 我们单单的已经因恩典 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因什么来洁净我们的心 因信 请听好 如果今天你问一个 传统的信徒 你问他说 因什么洁净我们的心 他说因不断认罪 他一定又是这个 是因信 不是借着不断认罪 不是借着不断忏悔 是要信 信得正确 所以来看 继续来看第十节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其实 彼得的意思就是说 神已经赐下恩典福音 已经这么清楚了 白白的恩典 你为什么还要试探他 所以每当你 恩典要加上行为的时候 你就是在试探神 你知道吗 你就是在否定 耶稣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救赎 然后他说什么 要把我们祖宗 和我们所不能付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 彼得认为 当人回到律法之下 当人回到行为 为导向的教导当中的时候 就是在付了不能付的恶 会带来捆绑 这不是神的心意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所以彼得站起来说话 不要把律法带进来 不要把行为主义带进来 我再说一次 恩典的福音 不在乎行为 但恩典的福音 会带出真正的行为 但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带进来 福音本身是 单单的神的恩典 你不要一半恩典 一半行为 当你一半恩典 一半行为的时候 你就否定了这个恩典的福音 否定了耶稣的救赎 你就是变成了别的福音 福音会失去了能力 福音会成为捆绑 福音会成为人不能付的恶 因为你律法主义带进来 所以呢 众人都默默无声 被彼得教训了之后 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界他们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迹启示 他们祝了身 雅各又说了 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方才西门树说 神当初怎样 眷顾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取百姓 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思相合 雅各起来 讲了一段旧约的经文 十六节 正如经上所写的说 此后我要回来 重新修造 大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 重新修造建立起来 注意 彼得的立场很明确 不要再把律法主义 带进来 雅各呢 也站起来说 他说 他说什么 旧约上圣经讲得很清楚 末世 末后 主要回来 重新修造 大卫倒塌的帐幕 看起来有点抽象 其实雅各在表达什么 如果你了解 整个旧约的帐幕 你知道吗 摩西的那个帐幕 跟大卫的帐幕 是不一样的 摩西的帐幕 圣殿大家很了解 那个会幕 就是什么 外院 圣所 自圣所 是层层的 而且自圣所 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 你进去就会死在那里 大祭司一年一次 才能够进入到自圣所 并且是恐惧战经 只要有罪 就会死在那里 所以 摩西的帐幕 是威严的 是百姓不能够靠近的 有罪 就会死在那里 人跟神是有距离的 而你去了解 大卫的帐幕 是不一样的 大卫虽然是一个 旧约的人物 但大卫的思维 是在新约 他的启示 大卫的帐幕 是所有人 可以进来敬拜的 也就是说 是无强的 是没有隔阂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 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他 所以他说 主要回来 重修 大卫倒他的帐幕 而不是摩西 所以耶稣来了 这个恩典的福音 带来的是 无强的 是没有隔阂的 所有人都可以 随时随地 来到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地 来敬拜他 坦然无惧地 呼叫阿爸父 来领受他的爱 来拥抱他 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亲爱的兄弟们 今天当你传讲 纯正的福音的时候 人们会来到 这位神的面前 来敬拜他 来爱他的 哈利路亚 今天我们教会 所传的信息 不应该成为 人跟神的隔阂 你知道吗 太多的时候 我们在讲台上 所讲的道 都是让人 跟神产生距离 而不是来到 神的面前 让人感到的是不配 让人感到的是 自己的罪 是自己的羞愧 让人感到的是无助 是绝望 而不是让人感到的是 哇 神真好 我可以来敬拜他 来爱他 哈利路亚 所以神一定要 恢复这个恩典 一定要恢复恩典的福音 这是他的心意 他要回来 重修大卫倒他的帐幕 是无强的 人是可以直接 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的 感谢主 我们教会 没有那么多的规条 只要你信耶稣 你就可以领受圣餐 圣餐就对你有效 如果有人说他不信呢 不信对你无效 他只是普通的饼跟杯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信就对你有效 有人说太简单了吧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信 你是不是就得永生 你连永生 天堂都有资格上 圣餐为什么没有资格吃 你把圣餐搞得 那个形式搞得比天堂还重要 各位 天堂都有资格上 为什么圣餐没有资格吃 想一下 有一天 有一个传统的牧师 跟我辩论 他说你讲了这个圣餐 把我教会的会友带坏了 他们都在家里领受 我说你作为一个牧羊人 你不应该来捆绑压制信徒 他生病 他需要医治 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说我们愿意相信 我们是否有资格上天堂 他说那肯定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我们就得救 这个他不敢否定的 所有人 所有教派 你问他说 他如果真正相信 他可不可以上天堂 他不敢说不可以 但是他之后的教导 一定会说你行为不行 还是上不了的 但他嘴上一定不会说不可以 因为圣经很明确地讲 那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天堂可以上 而吃圣餐的资格 却被剥夺掉了 他后来想说 有道理 你会发现 在律法主义当中 其实你知道吗 亲爱的兄弟们准备 很多东西的教条和规条 其实根本不是圣经上所讲的 它是拦阻人到神的面前的 是剥夺了信徒的祝福 剥夺了信徒来享受神的爱 哈雷路亚 每次敬拜之前 都要先省察一下自己 我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罪 等你弄弄清楚 我跟你说 早已没有心情敬拜了 你每一天应该是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面前 来领受他的爱 因为神不是看你 神是透过耶稣来看你 你永远不可能 靠着自己的圣洁 来到神的面前 人的义在神的眼中 是污秽的义上 今天你只有信靠耶稣 穿上这件公义的外袍 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恩典的信息 是让人来到神的面前 你不用担心 只要一个人来靠近耶稣 靠近这位主 人就会被改变 净朱者刺 净末者黑 人远离神 人肯定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好 人越靠近神 人就会越像神 这个道理谁都懂 对不对 所以就 雅各也站起来说话了 然后呢 继续来看 十九节 所以最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再说一次 关于恩典和律法的辩论 在初代教会 两千年前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可是今天的教会 还在争 他讲恩典嘛 我看讲的也没问题 但是这个行为律法也是很重要的 你还在这个争议当中 两千年前 这个争论已经划上一个句号了 已经划上句号了 OK 想要知道答案吗 继续来看 这个句号划上之后怎么说 他说 所以据我的意见 不可难为那 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 祝福他们 警戒 偶像的污秽 兼淫 必热死的牲畜和血 四样东西 要注意一下 下面说 愿你平安 四样东西是什么呢 偶像的污秽 这不是律法 律法之前 人不可以拜偶像 律法之后 人也不可以拜偶像 我在说 律法之前 人可不可以拜偶像 不可以 人要单单地敬拜主 律法之下呢 当然人也不能拜偶像 人要敬拜主 恩典之下呢 人也要敬拜主 不要拜偶像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什么 兼饮 律法之前 不能够搞婚外情 对不对 不能够犯兼饮 律法之下 也不能犯兼饮 恩典之下 也不能 那下面什么 勒死的牲畜 为什么勒死的牲畜 不能够吃呢 医学告诉你 当一个动物 被勒死的时候 它的毒素 会释放在血液当中 血里面有毒 吃了对你的健康 有影响 还有最后一样是血 医学也告诉你 所有的细菌 所有的病毒 都是在血里面 生病的时候会去验什么 验血 透过血就可以知道 有没有病 所以血是很脏的 血里面是有病毒 上帝为了你的健康 所以他说 这四样东西 然后继续 有人说 这个好像是人的意思 好像是人的意思 我们今天不在恩典之下 下面我直接让你来看 二十七节 到底是人的意思呢 还是圣灵的意思 我们来看 这二人就是 为主 主耶稣基督的名 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拆了 犹大和希拉 他们也要亲口述说 这些事 二十八节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 注意 不是人的意思了 圣灵参与进来 所以这里提到四样 圣灵已经参与进来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我有几件事 是不可扫的 就是警戒 寄偶像的物 血 泪死的牲畜和坚引 这几件 你们若能自己 警戒不犯就好 愿你们平安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 可不可以吃血 我今天告诉你 根据圣经 我肯定不吃血 因为主说 他要我健康和平安 那吃了血得不得救呢 吃了血跟你得救 当然没关系嘛 你信耶稣称义嘛 你吃了血 你也是公义的 吃了血你也得救 但吃了血 你容易失去健康 就好像说 你非要喝迪迪威 我有什么办法 你说我是公义的 你公义的 你喝了迪迪威 也得送医院呢 所以神的话语 是为了保护我们 神的话语 是为了给我们健康 神的话语 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阿们吗 对啊 我吃了血 我也是公义的 我吃了血 我也是阴心诚意啊 可是吃了血 会容易失去健康 因为所有的病毒 都在血里面 阿们吗 就跟你吃了脏东西一样 垃圾堆里拿起来吃一样 过夜的东西 那个变质了 已经烂掉的东西 拿起来吃是一样 所以这四样 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勒死的牲畜和血 道理是一样的 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奸淫呢 也是为了你的平安 圣经说 所有的罪都在生子之外 唯有淫乱的是得罪生子 破坏生子 破坏圣灵的电 乱搞关系 肯定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我再说一次 你是公义的 可是你乱搞关系 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我再说 因为这在破坏圣灵的电 阿们吗 所以恩典之下 神告诉我们这一切 是为了保护我们 祝福我们 偶像也是一样 圣经说偶像是什么 污秽的 是一个脏的东西 你会不会把一个脏的东西 臭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 死老鼠放在口袋里 会不会 恶心嘛 脏臭嘛 圣经说偶像的物品是什么 在鼠灵里面是污秽的 今天你是圣洁的 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你就变成不公义了 不 你永远是公义的 在神的眼中 你永远是圣洁的 可是你 你不愿意把脏的东西 放在自己身上 阿们 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吗 所以这是 关于恩典之下 非常的清楚 愿这篇道祝福每一位 让我们真的持守我们的信心 你所领受的是正确的 纯正的福音 要重新站立起来 哈雷路亚 恢复最原始的福音 哈雷路亚 阿们 好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马丁路德说 我们每一天要领受福音 每一天要来接受这个福音 每一天要来聆听这个福音 哈雷路亚 今天你处在恩典之下 你罪得到了赦免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还清了你的罪赞 耶稣已经为你舍 今天你在祂的眼中是公义的 哈雷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 赞美 哈雷路亚 你已经在恩典之下 在任何环境中 神与你同在 在任何挑战当中 神与你同在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祂与你同在 永远不会离开你 永远不会离弃你 祂用祂私恩的手来扶持你 用祂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祂与你同在 好不好 亲爱的兄弟妹 不管你在生命中 遇到怎么样的挑战 不管你遇到怎么样的难处 神的恩典 在你的身上 举着手来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敬拜祂 你说阿爸天父 感谢你爱我 赐下耶稣 这一刻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来了 我来到你的面前 领受你对我的爱 哈雷路亚 谢谢你爱我 谢谢你爱我 感谢耶稣为我舍命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 是我原本不配得的 今天我白白的领受 向你感恩 向你赞美 来敬拜耶稣 把你的焦点转向耶稣 一切因为耶稣 单单的 单单的来聚焦耶稣 一切是因为耶稣 哈雷路亚 你的命 耶稣你成名 在万民之上 人生一切烦恼 在你面前去信 我全心投靠你 你是我避难所 无论风云 无论风雨多大 有主与我走吧 我们再一次 耶稣你生命 耶稣你生命 在万民之上 人生一切烦恼 在你面前去信 我全心投靠你 你是我避难所 无论风云 无论风雨多大 有主与我走吧 我们再一次高举双手 耶稣你生命 耶稣你生命 在万民之上 人生一切烦恼 在你面前去信 我全心投靠你 我全心投靠你 你是我避难所 无论风雨多大 有主与我走吧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救助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为我开路 耶稣你生过这世界 赐我奉舍生命 赐我奉舍生命 一切问题不达 耶稣最大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救助 耶稣你是我的救助 我奉舍生命 一切问题不达 耶稣最大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救助 是我的救助 我奉舍生命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为我开路 你为我开路 耶稣你生过这世界 赐我奉舍生命 一切问题不达 耶稣最大 高级双手来 轻搬住啊 所有的重担 交给耶稣 把你的重担 交给耶稣嘛 神与你同在 不要惧怕 把你的事业 家庭 工作 把你的身体的健康 交给耶稣 把你的未来 把你的人生 把你的婚姻 单单的来交托给主 来享受主的爱 让主的爱更多的来充满你 耶稣你的命 你的命最大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高级双手 尊重你耶稣 我尊重你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教主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为我开门 耶稣你胜过这世界 赐我梦生生命 一切问题不答 耶稣最大 耶稣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救助 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为我开门 耶稣你胜过这世界 赐我奉舍生命 一切问题不答 尊重耶稣的命 高级双手 我要尊重你 主 因一次爱到永远 有助你帮助 我不怕 我不怕我的助 我要尊重你 主 因一次爱到永远 有助你帮助 有助你帮助 我不怕 有助你帮助 我要尊重你 主 因一次爱到永远 有助你帮助 我不怕 尊重你 来高级双手 尊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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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之爱的荣耀 归给主 尊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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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尊重你 主 耶稣 你是我的盼望 是我的救主 走偷无路的时候 你为我开路 耶稣你胜过这世界 赐我梦生生命 一切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一切问题不大 一切问题不大 耶稣最大 最大的掌声荣耀归给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祝福每一位 不管在哪里 不管是听见我的声音 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主大大的赐福你 主必要因着这个纯正的福音 来祝福你 因着这个纯正的福音 主要大大的恩宠你 恩待你 你的教会也必因这个恩典的福音 被传讲而大大的兴旺 神要大大的兴起 让耶稣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 感谢扎美耶稣 祝福每一位 也祝福每一个家庭 主要祝福每一位 他在听到的时候 也许他生命中正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困难 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 今天主要对你说 孩子我与你同在 我的恩典已经降临在你的生命当中 我要祝福你 哈雷路亚 因着这个公义 因着公义的礼物 所赐之意 神要医治你 神要释放你 神要救你脱离一切的捆绑 救你脱离一切的疾病 一切的咒诅 一切的压制 一切的债务 耶稣大过这一切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 为你受了一切的咒诅 今天神拯救你 与你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